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天耀老师 今天跟大家讲解的是 102年学测的第九题 他问说在生态系的物质循环中 下列合众元素不是构成人体内的合三构造 他给了几个碳 氮 磷 氧 这五个元素究竟哪一个不是构成核酸构造 那在解释题之后 我们当然要必须先了解究竟核酸是什么样的构造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核酸 大家应该有看过这个吧 这个就是我们DNA 双骨螺旋的结构 接下来还有一个东西叫RNA 它是单骨的 平常我们最常见到的核酸就是这两个 DNA 核糖核酸 RNA 去养核糖核酸 好 核酸都是由所谓的核甘酸 这种小单元分子所组成 首先第一个它会有一个五碳糖 那如果是DNA的话就有一个去养核糖 接下来会有一个磷酸去养核糖核酸 对不对 是有磷酸 好 那最重要的还有一个寒氮碱基 寒氮碱基有四种分别是 腺飘零 胸腺秘定 包秘定 还有鸟氛飘零 这四个它们分别如果跟去养核糖跟磷酸的结构做组合的话 就会产生不同的我们说的核甘酸 好 那不同的寒氮碱基接到我们这个核糖跟核酸的上面 就会能够产生不同的核甘酸 那我们就可以透过这不同的核甘酸去组成我们DNA不同的序列 好 那我们看完了DNA 我们先来看一下跟它很像的东西 好 就是我们的RNA 好 RNA呢 会有什么不一样呢 大家来注意一下 第一个地方 这里会有一个OHG 也就是它的说我们的RNA叫做核糖核酸 它是不是没有那个去养 所以养在哪 养就在这里嘛 是不是就要这样跑出来 所以去养呢 就消失掉 还有一个地方不一样在这里 大家注意这里 有没有 它不是胸腺秘定 它不是T 它是U尿密定 所以我说啊 我们的这个RNA呢 就是AUCG 这四个不同的碱基 然后可以跟我们的这个核糖跟磷酸做组合 那不同的组合也可以产生我们不同的序列 好 那这一题我们看完之后呢 我们就发现啦 它的结构其实就主要就是 第一个 会有一个磷酸的结构 接下来呢 它有一个糖类 再一个氮碱基 那这一题啊 它就在问说 那它们是有什么样的元素所组成的 好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里面有一个磷酸根 所以我们的成分里面第一个会有磷 接下来呢 我们有含氮碱基嘛 所以我们里面一定会有氮 接下来中间啊 刚才这是什么 刚才中间这个是核糖吗 它是一个糖类啊 糖类我们是常说就是我们的碳水化合物 所以我一定会有碳 有H 有O OK吗 所以我们的这一题的答案呢 我们就要选择株 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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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那结构的部分呢 DNA是双骨 RNA则是单骨 碱基对要记得的地方是寒氮碱基呢 一个是T 一个是U DNA是胸腺密钉 而RNA是尿密钉 那接下来呢我们的核酸呢 记得大家是由核甘酸做组成的 但就跟刚才看到一样 我们是碳氢氧氧氮磷砂组成分 再帮大家补充一下如果是蛋白质呢 蛋白质则是由氨基酸所组成的 然后它里面有的元素是碳氢氧氮氮硫 OK吗 好 那接下来我们进入补充的部分 如果大家不知道染色体遗传物质基因 这几个字到底猜在哪里 请大家点进去我们的字意厘清里面看 我们详细的告诉大家这究竟猜在哪里 还有DNA的复制 如果大家不知道DNA的复制 什么是半表的复制 什么是碱基对互补 那请大家点进去这个单元里面看吧 那基因的表现呢 在这边会讲什么是转入 什么是转移 蛋白质又是怎么被跑出来的呢 如果不懂的话赶快点进去看吧 我们下次再见咯 连读了 让这边就会给大家看看 你们看什么是东西 你认读了